近日中共出版新書 首度披露了習近平在內部會議 批中共黨內出現了一些習音噪音 要求發展黨內民主 習近平認為這些是奇談怪論 別有用心 專家分析 習近平將這番說話擺上桌 說明黨內政治鬥爭的激烈性 並且藉此警告對手 現在是習時代 目前中國大陸出版的書 很多網上都有正規的 或者盜版的PDF 電子檔案 但只有習近平 關於全面重研 自黨論述集編 全網只提供原裝書 在網上與習近平的其他兩本書 一起訂購 一天到貨 在這本新書中 首次公開發表的部分內容引發關注 包括2018年 習近平在19屆中紀委全體大會的講話 他提及中共黨內 也出現了一些雜音噪音 習近平強調 有些說什麼今後要將重心 放在發展黨內民主 出現這些奇談怪論 有些是政治上糊塗 頭腦不清醒 有些就是別有用心 本身不乾淨 企圖蒙運過關 美國華盛頓 信息與戰略研究所學者 李恆青認為 習近平這番說話 說明黨內政治鬥爭激烈 中共建黨百年 其實都是充滿權鬥 包括當初毛澤東和黃明權鬥 和周恩來權鬥 和張國希權鬥等等 他們都是摸爬滾打打出來的 是殺敵人殺自己人殺出來的 李恆青說 中共黨內有一百多個大家族 已經形成了幾個大的派系 現在反對習近平的 應該不僅是幾個說話 或是有些怨言的人 實際上 反對習近平的大有人在 因此他非常害怕 所以他要點出來 不惜將這些說話擺上桌子 而習近平上說的說話不夠兩個月 2018年3月 中共人大會議修改憲法 刪除了國家主席的任期制 為習近平三連任鋪平道路 隨後習近平又提出 全黨做到兩個維護 維護習近平黨中央的核心 全黨的核心地位 維護黨中央權威和習近平統一領導 李恆青說 直到今天 習近平仍然是高度緊張 據他所知 七一黨慶 天安門執勤的 帶著槍也沒有子彈 拿著子彈的不給槍 習近平擔心 如果槍和彈不分開的話 會有危險 而這些危險是來自哪裡呢? 李恆青說 習近平說話的時候 天安門成樓棋的 很多是習近平的親信 這些人是不是跟他一條心 他心裡沒有底 那麼其他的幫派 會不會跟習近平一條心? 完全不會 北京時局觀察員華婆分析認為 中共現時出版這本新書 是告訴天下知道 現在是習時代 那就是習核心 習近平一個人說了算 不要出現任何有損於習權威的事件 也是要證據黨內 體制內外的一些人老實一點 不要再提發展黨內民主 華婆認為 習近平不給黨內民主 說穿了 就是他一個人說了算 黨內反對者 有些明金收兵 拿出另一個面孔 表示支持習近平等等 但是他非常清楚 黨內的反對派非常強大 所以習近平這段說話 也隱含 曾經兩度出任英國駐華外交官的 蓋斯德 3月31日 也在《加拿大環球郵報》撰文說 中共政權更跌 勢在必行 可能透過政變邁向民主 他還說 有誰會預測到在1991年1月 蘇聯共產黨政權會自我解體 但是要實現這個結果 需要所有人的技巧和勇氣 在這個歷史上是罕見的 但是他相信這是那麼實現的 谢谢观看